打伞,骑车,背着硕大的电脑包,小小的我穿行在喧哗的蓝沙盖,寂寞的街,朝着那个叫家的地方归去,突然有人大声的打招呼,抬头,看见一辆自行车上载着他和他,他们都是我现在的学生,高达的他骑车,小小的他钻在他的羽衣下,小小的车子载着他们银银般的小声,我也大声的和他们打招呼, 然后快速的从他们面前驶过,想给他们一个自由的空间,就像现在这样,紧紧的靠在一起,又如何呢?我相信他们的内心是纯净美好的,那份纯净容不得失所的玷污,津津校园,不是也和他携手走过吗? 有人说,我们是情侣,我们笑,不做任何解释,我们知道我们不是,我们只是好朋友,很好的朋友,血液,大街,拥抱,告别,他说一切都结束了,我说美好的回忆留下了,这一刻他是真诚的,至少,咖啡厅,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,和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喝咖啡, 朋友目光怪怪的,我说,他是一个好女孩,冰清玉洁,他是一个好男人,坦坦荡荡,朋友不知道,那个女孩是我的朋友,她和那个男人只是兄妹家朋友,他们之间的一切都是美好的,假期旅行,我们透过车窗看见看见一个风度翩翩的老男人, 拦着一个妩媚漂亮的姑娘,都说,有一对不敢回家的鸳鸯,我说,也许她们是妇女,为什么可不已呢? 是的,这个世界有无者,汤糟,不过并没有完全丧失纯美啊,天依然蓝,山依然清,水依然绿,这个世界依然可爱呢,相信那些美好吧,依然的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文TT News.xyse获取更多相关资讯